很多中小企业都觉得自己公司人数并不是这么多 所以我保费如果是很贵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其实现在各大保险公司对这个提供优惠给中小企业都有不同的做法 您不需要等到说我一定要十几二十个人 十几二十个人工我才可以符合这个折扣 那基本上来说只要您有六个人以上 大家的健康状况都还不错的情况下 其实您很可能可以qualify保险公司最好的价钱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门槛已经降低了 另外如果很多企业在这个中途保单中途增加了很多新员工 这个时候不妨能够reshopping 看一下我今天可能有六个人了可能有十个人了 或许在另外一家保险公司可以offer我更好的计划 那另外还有一些中小企业是特殊的一些行业别 比方说我今天是做电脑的 或是我今天是卖一些比方说是doable equipment 做一些陶瓷类啦或是做一些工具类的 在保险这个保险公司这一端 很多时候您因为行业别可能会有特殊的discount 那这个discount呢一般来说会有到百分之十 那有的时候如果您没有申请 或许这个保险公司这一端 它并不会主动告知您 所以有时候不要放弃您的权益 问一下您的保险经纪人说 我的行业有没有特殊的折扣 那相对的还有一点就是 当我们在renew的时候 中小企业的renew 还是有必要做一个reshopping 就是说我们重新来扩一下 市面上所有每一家保险公司 是不是有更适合的计划 在这个同时呢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大家不妨要去溢价 那溢价的动作是在我renew 收到涨价通知的时候就可以做的了 因为如果说您不去做溢价的动作 很多时候保险公司不会主动给您便宜的价钱 您也可以请您的保险经纪人 来提出这个溢价的request给保险公司 有的时候在争取之下 可以帮您节省5% 10%的保费